陆总 我们走吧 他路上堵车 江晓宁呢 不知道啊 把票给他之后就没见过他 你没安排他什么事吗 没有啊 可能是他不想去不好意思说 又或者是回家换了件衣服 我们先去吧 给他打电话 医生 我估估他怎么样了 没事 没事了 他是由于脑部撞击 造成了短暂昏迫 但是还不排除有脑震荡的可能 等我们合资工程检查出来 才能知道结果 他是怎么受伤的 这个我太不太清楚了 是路人打的120急救电话 谢谢医生 没事 喂 曼玲姐 在哪儿呢 顾总 我还在外面 今天可能 不看诊了 对不起啊 顾总 我 有什么事比看诊还重要 没什么 我自己的私事 你一直说的梦想和目标呢 顾总 您说得对 对不起啊 可能让您失望了 希望您亮点 交给家属 啊 家属签字 好 药费必须得交上了啊 今天 好 我知道了 谢谢啊 那咱俩啊 你在哪儿呢 我还要 你还要 我还要 辅助你 就它起来 你什么事 你吃完 我你都吃了 我吃药费 我吃了 你吃了 你吃了 送到医院 顾总 对不起啊 我就是觉得自己有点倒霉 这么好的机会都错过了 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人没事吧 没什么事 医生说只需要住几天医院 司马林 你去把费用解一下 我让财务转给你 好 不用了 顾总 我才刚入职 你们能来医院 我已经很感动了 如果再让你们 帮我付医药费 我连觉都睡不着了 这笔钱是公司借给你的 等一切都好了 你还是要回到工作室 更加努力地工作才行 每个月的工资 都会扣一部分 这个不是公司 给你的特殊待遇 这点钱就不用麻烦你了 晓宁 晓宁 我把赵燕送过去照顾奶奶了 姑姑怎么样了 没什么答案 那就好 顾总 这个是我的好朋友 唐旭 旭哥 这个是我的老板 顾总 谢谢你对晓宁的照顾 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就好了 晓宁 我单去交费吧 放心吧 晓宁 我就是想让你 没有太多的压力 等你以后赚大钱了再给我 旭哥 我用了你的钱才会有压力呢 我已经想好了 顾总 我要还利息吗 不用啊 这点钱没必要收得像是个救世主吧 旭哥 你想多了 顾总人很好的 我一时半会儿凑不到那么多钱 可以先跟公司见吗 当然可以了 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 不过 如果你以后要离开公司的话 必须把这笔钱补齐 补齐之后才能离开公司 那也就是说 顾总也不能轻易开除我了 谢谢顾总 我去给你打签条 小妞 你何必呢 感觉她在施舍你 我会是 我们的账带 我会也讨论 你